第八十五回 刘先祖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说张五二年下六月 东吴陆逊大破蜀兵 于萧亭仪陵之地 先祖奔回白帝城 赵云引兵聚首 呼马良智 见大军一败 懊悔不及 将孔明之言奏之先祖 先祖探曰 朕早听丞相之言 不至今日之败 今有何面目 赴回成都见群臣户 遂传旨就白帝城驻扎 将管义改为永安宫 人报 风习张南 附同城基沙摩科等 皆莫于王室 先祖伤感不已 又进尘奏称 黄泉引江北之兵 降位去了 陛下可将逼家属 送有私问罪 先祖阳 黄泉被吴兵 隔断在江北岸 欲归无路 不得已而降位 使朕负权 非权负朕业 何必罪其家属 仍己鹿米已养之 却说黄泉降位 朱将印剑曹丕 批曰 清金响阵 欲追目于陈寒爷 全弃而奏曰 陈受蜀地之恩 疏欲甚厚 仅尘督诸军于江北 北陆逊决断 臣归属无路 降无不可 故来投陛下 拜君之将免死为姓 安敢追目于故人也 批大喜 遂拜黄泉为镇南将军 全奸词不受 呼进尘奏曰 有戏作人自蜀中来 说蜀主将黄泉家蜀 进阶诸禄 全曰 臣与蜀主推诚相信 知臣本心 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 披然之 后人有诗 则黄泉曰 降无不可 却降曹 忠亦安能 是两朝 勘探黄泉西一死 紫阳书法 不轻饶 曹丕问贾许曰 朕与一统天下 先取蜀乎 先取吾乎 许曰 刘备雄才 耿奸诸葛亮 善能治国 东吴孙权 能识虚实 鲁迅 现屯兵于险要 隔江泛湖 鸡南促谋 依臣官至 诸将之众 借吴孙权 刘备敌手 虽以陛下天威临志 已未见万全之事业 只可持手 以待二国之便 批曰 朕已遣三路大兵伐武 安有不胜之礼 尚书留夜曰 仅东吴陆逊 新破蜀兵七十万 上下其心 更有江湖之祖 不可促制 陆逊多谋 必有准备 批曰 七英前劝阵伐武 仅有建祖和也 夜曰 时有不同也 西东吴累败于鼠 其事顿挫 故可击二 仅既获全胜 锐气百倍 未可攻也 批曰 朕亦已决 轻悟复言 遂隐御林军 亲往接应三路兵马 早有少马报说 东吴已有准备 令吕范引兵 聚注曹修 诸葛锦引兵在南郡 聚注曹真 朱环引兵当注如须 以聚曹人 刘夜曰 既有准备 去恐无意 批不从 引兵而去 却说无将朱环 年方二十七岁 极有胆略 孙权甚爱之 诗都军于如须 闻曹人引大军 去去献夕 环遂进拔军 手把献夕去了 只留五千计守城 忽报 曹人令大将长雕 同诸葛前王双 引五万精兵 费奔如须承来 众军皆有聚色 还暗箭而言曰 胜负在将 不在兵之多寡 兵法云 可兵备 而主兵伴者 主兵尚能胜于克兵 仅曹人千里跋涉 人马疲困 无与如等 共聚高成 南临大将 北备山贤 以一代劳 以主制克 此乃百战百胜之事 随曹匹自来 尚不足忧 况人等也 于是传令 教众军 掩其西谷 只作无人手把之状 且说 魏将先锋长雕 领精兵来取 如须成 遥望城上 并无军马 雕催军极尽 离城不远 一声炮响 惊其奇数 朱环横刀 飞马而出 直取长雕 战步三合 被还一刀 战长雕与马下 无军城市冲杀一阵 卫兵大败 死者无数 朱环大胜 得了无数 精旗 军器战马 曹仁领兵 随后到来 却被无兵 从县西杀出 曹仁大败而退 回见魏主 细奏 大败之事 批大惊 正义之间 呼探马报 曹仁夏侯上 围了南郡 北陆逊 扶兵于内 诸葛锦 扶兵于外 内外加攻 因此大败 言未必 呼探马又报 曹仁 亦被屡犯杀败 批听之三路兵败 乃愧然探曰 朕不听贾许 留夜之言 国有此败 时值夏天 大义流行 马步军十四六七 遂引军回洛阳 无畏 自此不合 却说先主在永安宫 染病不起 渐渐沉重 至张五三年下四月 先主自知 病入四肢 又哭关张二弟 其病愈身 两目昏花 验见侍从之人 乃赤退左右 独握于龙踏之上 忽然阴风骤起 将灯吹摇 将灯吹摇 灭而复明 只见灯影之下 二人势力 先主怒 上帝已臣二人 凭生不识心意 劫斥命为神 哥哥与兄弟聚会 不愿意 先主扯定大哭 忽然惊觉 二弟不见 即换从人问之 时政三更 先主叹曰 朕不久于人事矣 遂前十往成都 请丞相诸葛亮 上书令李延等 兴夜来永安宫 听受遗命 孔明等与先主赐子 鲁王刘勇 梁王刘李 来永安宫建帝 刘太子刘善守成都 且说孔明到永安宫 见先主并威 慌忙拜扶于龙踏之下 先主传指 请孔明坐于龙踏之策 扶其被曰 朕自得成相 行成地业 何其至时浅漏 补那成相之言 自取其败 悔恨成吉 死在旦夕 四字禅弱 不得不得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炎气泪流满面 孔明亦替气曰 愿陛下善保龙体 以赴天下之望 先主以目便是 只见马粮之地 马肃在旁 先主令且退 肃退出 先主为孔明曰 承相官 马肃之才何如 孔明曰 此人亦当事之英才也 先主曰 不然 朕官此人 言过其时 不可大用 丞相已深查之 吩咐必 传指召诸臣入殿 取执笔写了遗诏 递于孔明而探阅 朕不读书 粗之大略 圣人云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朕本代与清等 同灭曹贼 共服汉戏 不幸中道而别 凡丞相将照赋予 太子善 领物亦为常言 凡师更望丞相教之 孔明等 气败于帝 替陛下 江西龙体 臣等 尽师全马之劳 以保陛下 执欲之恩也 先主命内侍 扶起孔明 一手眼泪 一手执起手 曰 朕今死矣 有心腹之言 相告 孔明曰 有何胜誉 先主弃曰 君才十倍曹辟 必能安榜定国 终定大事 若四字可辅 则辅制 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孔明听闭 汉流遍体 手足失措 弃败于帝曰 臣安敢不解 骨功之力 尽忠贞之劫 寄之以死户 炎气叩头流血 先主又请孔明 坐于榻上 换鲁王刘勇 梁王流礼尽前 吩咐曰 而等接济镇炎 镇王之后 而兄弟三人 皆以傅氏丞相 不可怠慢 炎霸 遂命二王同拜孔明 二王拜毕 孔明曰 臣遂肝脑涂地 安能报知欲之恩也 先主为众观曰 朕已脱孤于丞相 领四子已赴世之 请等拒不可怠慢 以赴阵望 有主赵云曰 朕与情于患难之中 相从道尽 不想与此地分别 请可想朕故叫 早晚看去无子 勿复赴阵炎 云气败曰 臣敢不孝 全马之劳 先主又为众观曰 轻等众观 朕不能一一分主 愿解自爱 炎毕驾崩 寿六十三岁 十章五三年下四月 二十四日也 后渡公部 有诗探曰 孰主窥无向三峡 崩年意在永安宫 翠华想向空山外 御殿虚无也四中 古庙山松潮水鹤 遂时伏辣走村翁 五侯此屋长临近 一提君臣祭祀同 先主驾崩 文武官僚无不哀痛 孔明帅重官 奉子公还成都 太子刘善出城 迎接灵旧 安于正殿之内 举哀行礼必 开读遗诏 赵曰 朕出德极 但下立耳 后转生杂病 待不自济 朕闻 人年五十 不乘不成妖兽 今枕年六十 有余 死父和恨 但以轻兄弟为念耳 免之 免之 无以恶小而为之 无以善小而不为 为贤为德 可以福人 请富得博 不足笑也 请与与成相从事 视之如父 悟待悟望 请兄弟更求闻答 智主 智主 群臣独赵已毙 孔明曰 郭不可一日无君 请立四君 以成汉桶 乃立太子善及皇帝位 改元建兴 加诸葛亮为武乡侯 领益周目 藏先主于惠灵 誓曰昭烈皇帝 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 誓甘夫人为昭烈皇后 倪夫人亦追侍为皇后 升上群臣大赦天下 早有魏君探知此事 报入中原 晋臣奏之魏主 曹丕大喜曰 刘备一王 朕无忧意 何不偿其国中无主 起兵伐之 甲许剑曰 刘备虽王 必脱孤于诸葛亮 两干备之欲之恩 必清心竭力 扶持四主 陛下不可仓促罚之 正言间 忽一个从班部中 愤然而出约 不成此时禁兵 更待何时 众世之乃司马懿也 批大喜 遂问济于义 一约 若知其中国之兵 极难取胜 许用五路大兵 四面加工 令诸葛亮首尾不能就应 然后刻图 批问何五路 一约 可修书一封 差事往辽东先卑国 见国王科比能 路易金箔 令其辽西枪兵十万 先从汉路去西平关 此一路也 在修书前时 即观告赏赐 直入南蛮 见蛮王梦获 令起兵十万 共达一州永昌 藏克越西四郡 以及西川之南 此二路也 在前时入屋修好 徐一割地 令孙全起兵十万 供两川峡口 竟去浮城 此三路也 又可差事至降将孟达处 其上拥兵十万 西攻汉中 此四路也 然后 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 提兵十万 由京兆 竟出阳平关 去西川 此五路也 供大兵五十万 五路并进 诸葛亮 便有屡望之才 安能当此乎 批大喜 随即密遣 能沿官四园 为时前去 又命曹真 为大都督 领兵十万 竟去阳平关 此时张辽等一般旧将 接封列侯 聚在季徐清 及合肥等处 聚注 关金爱口 故 不复调用 却说蜀汉 后主流善 自即位以来 旧臣多有病亡者 不能细说 凡一应朝廷 选法 前梁辞诵 等事 皆听诸葛 丞相才出 是后主卫立皇后 孔明与群臣 上言曰 故车记将军 张飞之女慎贤 年十七岁 可纳为正宫皇后 后主吉纳之 渐兴元年秋八月 忽有编报说 为调五路大兵 来去西川 第一路曹真为大都督 起兵十万 取杨平关 第二路 乃反将孟达 起上拥兵十万 反汉中 第三路 乃东吴孙权 起京兵十万 取峡口入川 第四路 乃蛮王孟霍 起蛮兵十万 反一周四郡 第五路 乃分王科比能 起枪兵十万 反西平关 此五路军马 甚是厉害 已嫌报之丞相 丞相不知为何 数日不出世事 后主听罢大惊 吉柴尽是姬之 宣召孔明入朝 使命去了半日 回报 丞相抚下人言 丞相染病不出 后主转慌 此日 又命皇门侍郎董允 建议大夫杜琼 去丞相卧榻前 告辞大事 董渡二人到丞相府前 接不得入 杜琼曰 先帝脱孤于丞相 金柱上初登保卫 被曹丕五路兵犯禁 君情至极 丞相何故 推并不出 梁九门立传 丞相令 言 病体烧渴 明早出都堂议事 东渡二人叹息而回 此日 多冠又来 丞相府前四后 从早至晚 又不见出 多冠惶 只得散去 杜琼入奏后 主曰 请陛下圣驾 亲王丞相府问祭 后主即引多官入宫 启奏皇太后 太后大惊 曰 丞相何故如此 忧父先帝 微托之一也 我当自往 董允奏曰 娘娘未可亲往 陈了丞相 必有高明之见 且带主上先往 如果怠慢 请娘娘于太庙中 找丞相问之未迟 太后依奏 此日 后珠车驾 亲至相府 门立见驾到 慌忙拜扶于地而迎 后珠问曰 丞相在何处 门立曰 不知在何处 只有丞相君旨 叫挡住百官 勿得折入 后珠乃下车步行 独进第三重门 见孔明独以逐杖 在小池边关于 后珠载厚历久 乃徐徐而言曰 丞相安乐否 孔明回顾 见是后珠 慌忙气障 拜扶于帝约 臣改万死 后珠扶起 问约 金曹匹分兵五路 犯境甚急 相府何远 不肯出府逝世 孔明大笑 扶后珠入内室坐定 奏约 五路兵治 臣安得不知 臣非关于 有所思也 后珠曰 如之奈何 孔明曰 强王科比能 蛮王梦获 反将梦达 未将曹真 此四路兵 臣已解退去了也 只有孙权这一路兵 臣已有退之之计 但须以能言之人为始 因未得其人 故孰私之 陛下何必忧乎 后珠听罢又惊又喜 曰 相府国有鬼神不测之机也 愿闻退兵之策 孔明曰 先帝已陛下 付托与臣 臣安敢 旦夕怠慢 成都众观 皆不晓兵法之庙 跪在 世人不测 岂可泄露于人 老臣先知 西藩国王科比能 因兵犯西平官 臣料马超 积足西川人士 速得羌人之心 羌人以超 为神威天将军 臣已先遣一人 兴夜持席 令马超 谨守西平官 扶四路骑兵 每日交换 以兵拒之 此一路不必忧矣 有南蛮梦获 兵犯四郡 臣已非习遣未言 领异军 左出右入 右出左入 为宜兵之计 满兵 唯平永利 其心多疑 若见宜兵 必不赶进 此一路又不足忧矣 有知孟达引兵出汗中 达与李延 曾结生死之交 臣回成都时 留李延守永安宫 臣已作一书 只作李延亲笔 令人送予孟达 达必然推并不出 以慢军心 此一路又不足忧矣 有知曹真引兵犯杨平官 此地险郡 可以保守 臣已调赵云 因义郡守把关爱 并不出战 曹真若见我军不出 不久自退已 此四路并拒不足忧 臣尚恐不能保全 有密调官兴张包二将 各引兵三万 屯于紧要之处 为各路就应 此数处调遣之事 皆不曾经由成都 故无人知觉 只有东吴这一路兵 未必变动 如见四路兵胜 川中危急 必来相攻 若四路不济 安肯动护 陈料孙全 想曹丕三路亲吾之愿 必不肯从其言 虽然如此 须用以蛇变之事 静往东吴 以利害睡之 则先退东吴 其四路之病 何足忧乎 但未得睡吴之人 臣故愁愁 何劳陛下圣驾来临 后主曰 太后一遇来见相妇 谨证闻相妇之言 如梦出绝 妇何悠哉 孔明与后主共饮数杯 送后主出府 众官皆还利于门外 见后主面有喜色 后主别了孔明 上御车回朝 众皆疑惑不定 孔明见众官中 一人仰天而笑 面亦有喜色 孔明示之 乃一阳心也人 姓邓明之自博苗 现为户部尚书 汉司马邓宇之后 孔明暗令人留住邓之 多官皆散 孔明请之到书院中 问之曰 今鼠卫武 顶分三国 遇讨二国一统中兴 当先发何国 知曰 以余裔论志 魏虽汉贼 其事甚大 极难窑洞 当徐徐幻途 今柱上初登宝卫 民心未安 当与东吴联合 皆为纯齿 一席先帝旧愿 此乃长久之际也 为神丞相 君亦若何 孔明大孝曰 吴思之久矣 乃未得其人 今日方得也 知曰 丞相遇其人何为 孔明曰 无欲使人 网劫东吴 功既能名辞义 必能不辱君命 始乎之任 非功不可 知曰 于财书之前 孔不堪当此任 孔明曰 无来日奏之天子 便请博描一行 切勿推辞 知应远而退 至此日 孔明奏准厚主 拆邓之 往睡东吴 知拜辞 往东吴而来 正是 无人方见 干戈兮 熟使还将 御伯通 未知邓之 此去若何 且看下文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